如果我到了十一楼 我当然要说 我还要改变这种情况吗 这种对于单身职业女性的职业歧视 就是一种错误 那到时候我可会监督你 你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让你摆脱目前所有的困境 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们结婚吧 抹蓝底色 得掉了爱情 回来了 顺利吗 顺利 你呢 可控 好 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这个事情呢我想了一天了 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远远大于你的 你这么一个清心寡欲想要孤独终老的人 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 当然有好处了 跟你结婚 我一共三个理由 第一 我没有管理好我的家庭 尤其是我妈 对你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我要弥补这个失误 嗯 接手 第二 第二 跟你结婚 我妈就会彻底消除各种奇思幻想 而且 你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压得住我妈的女人 谢谢第三 第三 我和蔡森都挺喜欢这个家的 也不想再搬了 所以肯定不是喜欢上我的 肯定不是 口受无凭 是 落实为真 嗯 这份协议 是为期三年的婚姻协定 三年时间足够你完成所有工作上的事了吧 想得还挺周到 可以 三年内 我依然会支付我应当承担的房租 还有这份协定 这一份是婚前协议 里面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婚前婚内的财产 确保我们协议结束之后不会产生经济纠纷 这应该也是你最熟悉的 没问题交给我 还有 关于结婚这件事情 我想尽可能地缩小的范围 还有减少开支 我们的婚礼能面责面 你觉得呢 不能同意更多 我上网查了 去民政局登记时需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可以了 户口本现在在我妈那儿 但拿出来应该不成问题 你呢 我妈现在肯定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那个本子 但是我觉得可控 就这么定了 速干速决 速干速决 等等 我要先 保护我先 我想要每一天 都和你在一起 想一间开支 我不每一天更新的小天支 从第一季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 我想要每一季有个甜甜的你 我想要每一季夹断甜甜的戏 像一段MV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 有龙转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 我想要有一段两身剪辑为你 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 精准的不遮到你的小情绪 跟随着你的脚步刺起彼腹在梦里 你的柔软心里被我认真收集 我这是造了什么命 你可能所有人都要跟我做对 我就是想简简单单的领个证 结个婚生个职 怎么这么难 十一层是西天梦 我是去取经梦 至少你妈还有提要求 而且要求也不算太过分 阳华哥哥 你能不能先勉为其难地跟我去一趟我们家 不管我妈那边呢 释出什么要求 就先假装答应了 咱俩把结婚证领了 领证以后 婚礼的事再说 这样吧 退一万不讲 万一 万一要举办婚礼的话 咱俩一人一半 好 我全出了 全包了 我不是说这个 你妈那边 是没什么大问题 但我妈这边我担心 这样吧 咱们先从荣义的来 先把我妈妈这边搞定 你们家那边慢慢来 可以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都可以啊 爽快 我发个东西给你 这个呢 是我爸妈的喜好 还有他们的口味 我们家的状况呢 是这样 我爸说了算 但是我爸对于咱俩 提前领证呢 没有太大的意见 反而是我妈反对 但是我妈容易搞定 你呢 把这张表看一下 到时候 由我辅助你 咱们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